好这里上来radio重要流行网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韵芬 好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我不晓得大家去哪里玩了 因为这是暑假 最后一个这个廉价 六日廉价的一个暑假 所以我发现到说 很多人都跑出去了 那我自己也跑出去了 我去哪里呢 其实我觉得蛮感动的 我去了那个奇美博物馆 然后我也去了那个高雄美术馆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 这个展览的一个活动 那大家都知道台南奇美博物馆 它那个有一个这个特别的展览 我已经过了 是好像到9月1号 所以今天才8月26 好像到9月1号 但是票已经买不到了 所以如果你可能有之前买票的 你可能还有机会 可是如果说你现在要冲过去买票 应该是不可能 但我觉得很值得 它是一个从拉菲尔到返古 那么这个非常珍贵的 这个珍姬艺术品的一个展出 我觉得人很多啦 有很多那个喜爱艺术的人 真的是人挤人 万头穿动的 虽然有很多人说会影响到 这个欣赏的一个路线 然后走起来卡卡的 可是我会觉得还蛮开心的 虽然我也在那边觉得 当然人太多了 你总是希望欣赏画作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要看画作 其实各位在那个 网路上或者是你看那个图片 一定有 可是为什么要去看真机 因为你唯有清静 静深的去看 你才会知道那个笔触 你才可以有当下的那种感动 好那当然我有这个 租那个语音导览的一个解说 然后我就发现 大家都是一方面认真的听 这个语音导览的解说 然后就盯着画布 然后目不转睛的 目不转睛的 然后当然最感动的是 从文艺复兴时期 那拉菲尔开始 然后呢有这个光影大师林布兰 林布兰还有一个字画像 也让我在那边看了非常非常的久 然后印象派的莫内 然后返古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 这个艺术课啦 那除了去台南之外 我也去高雄 那么看了瞬间 这是在高雄这个美术馆 那有这个英国泰德美术馆的 一个珍藏 然后一起的一个展出 那有毕卡索的一个珍姬 然后还有一幅画 那幅画挤满了人啦 然后后来导览人员认出我 然后约芬姐你也来 然后你来看这一幅 我帮你拍一下 我说为什么要拍一下 他说这一幅最贵 这一幅带台币要27亿 这导览人员跟我讲的 但你近身看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在绘画当中最厉害的 就是这个景深远近 然后深深浅浅 很不同的颜色 还有就是在水池 那种透明的一个感觉 好那个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那么看看这么非常国际性 而且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画作 说实在的啦 我觉得两边的博物馆 大概都是50件左右的艺术品 然后如果你想要简单的认识西洋美术史的话 你大概花个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觉得小而美 然后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一个尽兴啊 我觉得很开心很感动 也把这个讯息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好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我们今天节目呢 在上半段呢 我们要跟我们的实习同学来聊一聊 每一年我们大概都会有实习生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到我们的节目了 那其实带实习生 有人讲说是摇娃娃 然后呢 他们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当中呢 自己有一些学习有一些感触 然后我每次大概都会在他们实习结束之前 那么能够跟他们来聊一聊 一方面想要知道一下 他们两个月以来实习的一个感想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希望他的家人能够知道 那么他在这两个月 这个时间当中的一些学习啦 所以我们待会就跟我们的这个实习同学 来聊一聊他的实习日记 好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大家都很关注台积电 那么在日本跟德国的一个设厂 那德国在上个礼拜 那么也开工了 动工了 然后呢 日本好 这个熊本也积极 他们的知识也来了 我在上个礼拜 我也积极了 就是旋风式的一个访问 希望能够来筹设三场 但事实上台积电在国内买了群创 好 我想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我们待会就会跟大家来聊一聊 到底台积电 那么台厂相关供应链 那么概念股应该做怎么样的观察 好 今天的本日之最要跟大家分享 全球集中咖啡 贵啊贵啊 这咖啡豆 而且不是顶级咖啡豆啊 这价格都已经创了半世纪的新高点了 好 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消费的新闻了 好 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分享 这集中咖啡啊 在全世界啊 哇 这个喝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呢 销量呢 也创了空前的记录 最可怕的是价格冲上50年的一个新高啊 那大家都知道说 集中咖啡可能比较熟悉的豆类带 就是那个阿拉比卡豆嘛 可是这个涨价的是罗布斯塔咖啡豆 听说呢 它的风味呢 没有这个阿拉比卡豆这么的品质那么的好 然后口味呢 也没有那么的受欢迎 可是那个咖啡的烘焙商呢 就把这两个豆混在一起 然后来协助一下这个成本的一个控制啊 就没想到 哦 这价格也是涨得非常非常的高啊 那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过去大家都没那么受欢迎的 咖啡豆都涨这么多 那你说其他那些精品 咖啡豆啊不是更是涨风了 所以之前那个大宗物资那么不断的在上涨 我们看到大概农产品比较多一点 那现在也看到了咖啡豆 咖啡豆的价格 创了半世纪的一个新高了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看台风的事情 还是要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关心了 这个中台山山呢 是往日本前进了 那它的路径出现一个大回转 所以会对日本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了 好 那中度台风这三山过去 但已经慢慢的调整它的路线 不过还是北转往日本去了 然后这个预测登陆点呢 那调整之后是会去九州附近 可是呢 它移动的速度又变得比较慢一点点 所以大家都很担心 它还是有持续变化的空间 好 另外这两天大家很关注 大概就从上礼拜吧 最关注的一个新闻呢 就是新光镜 太新镜 跟中性镜的三角恋情了 到底是不是真的嫁给有钱人比较幸福呢 显然小股东的心意是如此的 好 我们看到那个中性镜啊 那么他有宣布了 就是他当时宣布 我记得好像是礼拜五还礼拜六 他宣布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价格其实我有点 我有点吓一跳了 他收购价格是14.55元 哇 这一副就是势在必得的样子 但最后的关键啊 因为现在中性镜的董事会已经通过了嘛 就是美股14.55元来公开收购这个新光镜了嘛 他明显就高出台新镜所提出的一个价格了嘛 然后我看到这个讯息 我想说这个考验我们金管会 金管会最后的一个仲裁权了 那你说用这么高的一个价格来买的话 那中性镜这个董事会他有讲了 收购支付现金是360亿元 然后股票加现金要超过1314亿元 好 那中性镜大概预计今天就会送件给金管会 那因为这个中性镜要并新光镜的金额非常非常高 所以中性镜也必须要提高这个资本额 然后来对于未来的业务拓展 那所以董事会也决定10月11号要开临时的股东会 好 那待会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这金控股的一个股价 那到底是新郎长得快还是新娘跑得快 我们待会还是抢亲的人跑得快 那大家都可以来观察一下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跟大家分析过 因为央行有一个总量管制 这跟银行法第72至2条 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所以并没有说这有限带令 可是说实在的也因为这一个天条的影响 建商也担心 这就是要降温房市的一个政策 那如果说这个限缩之后 那的确出现了市场的一个恐慌效应 他们担心这个房贷户的资金会受到一些影响 好 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五 那么已经有跟大家在房地产的一个单元当中 都跟大家来做了一个完整的分析了 好 另外来看一看 辉达 那么辉达现在大家都知道 他公布了上一季就是5月到7月的财报跟展望了 那当然这个消息也让美股就觉得非常的财报可期 然后觉得展望非常乐观 然后经济数据也开始觉得很好 然后出现一个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讯息 那辉达上个礼拜是以129.37美元做收 他的市值已经突破3兆美元了 那他已经超车微软 成为全球市值第二大的一个企业 那输给谁呢 输给谁 第一名单还是苹果 还是苹果的 好 那辉达的CEO黄仁勋 那么他在电话会议的时候也讲 他说已经要准备好迎接下一波的成长了 那法人也指出说 辉达的双晶片的性能 它的一致性要求很高 所以需要更多更复杂的测试 而且还要把这个交货 这个周期会再拉长一点 那他们认为 这法人判断了 法人判断说GB200的一个推迟的时间 大概半个月 所以对于辉达的营收 跟获利的负面影响 其实并不大的 好一点半的看看台股的表现了 我们知道新闻蛮多的 联总会主席鲍尔在全球的央行年会当中 哇歌声嘹亮 他也讲过财报 这个回答财报是可期的 还有台湾还有银行股 这个抢轻的题材 好今天台股要做怎么样的观察 后市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地方 我们就要连线的是 国家认证股市分析师孙庆龙 庆龙请说 是的 刚才郁芬姐所提到的 就是美国联总会鲍尔 其实上周在全球央行的年会中 发表偏割 所谓的偏割 其实就代表了联总会 接下来的这个货币跟利率政策 会朝向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方向去迈进 那这也让市场开始期待 美国联总会降息在即 那在降息的一个期待之下 也激励了上周五 其实美股是出现了全面大涨的一个走势 再加上大家对于挥达的这个财报的 一个预期的心理之下 所以也造成了整个上周五的 美股的全面的大涨 那这样子的一个看起来 外在的一个比较有力多头的一个讯息 也激励的台股 今天这个加权指数 一开盘的时候是跳空开高 那盘中的指数的时候 一度占回了22,400点 然后最高来到了22,2449 那跟上周五的收盘相比 是大涨了291点 那不过这样子的一个 原本大家觉得这个所谓的跳空大涨的行情 很快的在10点过后就面临到许多市场的一个 想要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出容 所以导致了台股从10点过后就一路的慢慢的压回压回 然后到一点快接近一点半的时候 整个指数的一个位阶基本上已经打回大概平盘左右 那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现在目前的这个多头 其实它确实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不要有太过的一个期待 那主要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来自于成交量的部分 因为其实随着这个7月 从7月中旬到8月初的这个股市上冲下行的 这样子像做云销飞车的这个过程中 那也让市场很多担忧 接下来航金变化的资金 似乎有点果足不及的一个状况 所以导致我们看到最近的成交量 是明显的说的蛮多的 那以今天的成交量来看 大概预估也顶多在3400亿左右 所以当成交量没有放量出来之前 其实代表整个台股想要再往上攻击的这个企图 其实是没有这么明确 这是第一个 所以这也解释为什么今天台股在10点以前 跳空大涨超过290点 很快就遇到了获利了解的慢压 这也有一个很大的关键 就是看到成交量似乎有一点没有代表台股 有要往上攻击的疑问 所造成市场调节的一个状况 那第二个部分 其实也是来自于金融长期有跟大家报告 就是台股呈现均线多头排列的加速 就是我们要统计1700多家上市会公司中 有多少家的均线呈现多头排列 那这个这个的数字是持续的往下降 比如从7月19号的1731 然后降到694一路 降到8月23号308 这个一路下降的过程中 其实就代表这一波的台股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整理 所以在这过程中 投资人就尽量的去用 平常去去看待目前的这样子的波动 然后把时间交还给云文姐 好 欢迎欢迎理财 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请到一位小朋友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他其实是我们节目的实习生 在这一个礼拜就已经完成实习的任务了 所以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两个月实习的感想了 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福人大学 新传系的高珍希 珍希好 云文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声音还是看起来怕怕的声音 要升大四对不对 对 没错 那为什么会来中广实习啊 说实在我觉得年轻人会选择广播 真的是凤毛麟角啊 真知昨见啊 一开始其实是误打误撞 就是学校刚好有这个课 然后我们去修了学校课 然后觉得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广播比想象中更丰富一点 就是可以做的东西蛮多的 然后到今年的时候 学校就有给那个单子 就是希望我们选实习的单位 那其实我纠结很久 然后 你以前有听过中广吗 有耶有 他有听过 有有有 那你干嘛纠结 因为就是进传播 其实大部分是想要走电视嘛 大部分人啦 可能想走电视 可是就我也想说 哦我可能也想 我也可能很想去电视 可能但是我也没有去过 所以我也不确定说 我是不是真的这么想 嗯 然后想说那不然就是 嗯 家人有讨论 然后 加上我阿公的关系 想说好啊那不然就第一志愿填中广好了 阿公阿公听中广 阿公非常喜欢听广播 哦 哦 就是不是会有那种Polo衫吗 嗯 然后不是这边都会有那个 给那个阿公放香烟用的 但我阿公不抽烟 他一定会在这里放一台小的 那个收音机 哦 对 哦哈哈哈哈 非常可爱 他奶超精彩 哈哈哈哈 非常可爱 嗯 哎就是他就放在口袋里面 然后来听广播 对 然后加上就是 因为他不喜欢我看手机 或是看电视 嗯 我去阿公家一定是 就是这样聊天 他看电视的话 顶多就是找不到话题了 然后我们就 我就开个电视 我们就一起看 不然他其实很喜欢听广播 哦 不喜欢看电视 我以为阿公都会很喜欢看电视听广播 他说 这样蜡猪会失去 哦蜡猪会失去 就用广播听就就就就好了 对 所以所以如果你来电台实习 你可以跟阿公说 阿公你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 嗯 对我原本是这么想 嗯 对可是我阿公今年走 哎哟 我完全措手不及 我来不及跟他说 阿公快点听 快点听 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哎哟 来不及 可是 现在节目之后出来的话 嗯 我还是会去跟他说 快点听 快点听我的声音 会啦 阿公听得到 对啊 可以啦 我相信他 哦 是在你实习这段时间吗 还没 我还没有确定到中广 他就 哦 超级措手不及 我也不知道 很突然 哦 哎 然后来这个 中广实习的时候 其实以前很多实习生都非常非常的 哎 害怕 特别是到我们的几节节目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的害怕 那你说你那时候有纠结 纠结的点是什么 其实我接到电话的当下 下爆 下爆 我马上打电话给在日本的妈妈 嗯 我跟妈妈说 妈 你知道 孕芬姐吧 她说 怎么也不知道 我不是跟你讲过很多遍了吗 就你要看财经节目啊 我就 你学的好像啊 我 我不想学 可是 来不及了 我现在就必须得学 我妈说什么意思 我是 孕芬姐 那个节目的实习生 太好了 太好了 终于有人可以教你学习了 我妈非常的开心 真的 妈妈在日本啊 去玩吗 那时候她跟妹妹去玩 跟家人他们去玩 你没跟到啊 我没有要去 对 就是 因为 有狗狗嘛 哦 你要顾狗狗 对啊 就跟她一起 一起吃喝 在家里 所以把这个消息跟妈妈讲 对啊 她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妹就说 妈 你一辈子 行善积德 就用在这个上面了 行善积德 哎 你这两姐妹 真的很会说话 就是 对 可以感受到我妈的开心 因为 我跟数学不讲话 哦 跟财经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其实我很紧张 然后接到 费荣姐电话的时候 我还问她说 那我需要先 先看一下 什么财经的知识吗 你有沒有非常的害怕 蛮紧张的 因为就数学没有很好 你不用害怕 你那个费荣姐 那个大学年考 数学零分 哈哈哈哈 他现在多吓吓叫啊 没有 他多吓吓叫啊 嗯 我觉得 我觉得考零分 真的没关系 你知道吗 真的 真的没关系 我讲考零分考三次 真的没关系 我觉得只要观念 逻辑通了就好了 确实 嗯嗯 可能真是 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就是 虽然说跟节目这样 快两个月 但是 就是对于一些词 有一点 哦 我知道这个东西 但是 你说真的可以说出什么 我觉得还是有点难 哦 对 哦 但是就是会关心了 哦 开始会关心了 会关心 就是因为 以前 大家出去吃饭的时候 就是八卦嘛 女生嘛 就是八卦 但是现在饭桌上 像志宏大概去年底吧 饭桌上出现了ETF 哦 然后出现了股票 股市 之后 我就有点吃不下饭 哈哈 毕竟 因为我的很多朋友 什么经济系 或者是数学系 或者是 就是很多 我朋友很多都是做这个 就是相关的 读这个 这个科系的 嗯 然后我就 呃 你们聊 我先吃 哈哈 那现在呢 现在可以跟他们有话聊 现在会问了 会问 哦 会问了 对会问 就是我之前问过一个朋友 就是之前不是有一阵子 00940 嗯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觉得如何 嗯 可进步 嗯 他就说 你要进多少 嗯 我说 呃 小一万 嗯 小一万 小一万去当韭菜好了 哦 哎 哎 就就有好的朋友 可以跟你讲这个 对 那你现在可以跟他们讨论了吗 现在我还是 吸收比较多 哦 就是输出可能比较少 哈哈 就是还是慢慢的吸收 我输出的大概就是 请大家一点到三点 来听一下我们的理财生活通 哎呦 靠你了 靠你了 好会让我们有一些年轻的 这个 听众朋友 说实在的 我们这样的节目当中哦 你 呃 大部分是听不懂的吗 应该说 我觉得我们的议题没有很硬 嗯 因为毕竟是生活嘛 对 所以还会有一些 两性啊 或者是 对 就是教育之类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不会说题材很死板 嗯 所以听起来其实 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哦 对 不会说到都是 都是财经 我觉得 都是财经的话 可能我真的会 昏死在那个主控台上吗 就可能会稍微 真的吗 因为就是还是有难度 我觉得 哦 对 回去之后妈妈都会问说 你坚持到了什么 嗯 我就说 呃 我呃 可能 呃 不好说 你就听节目了 哈哈哈哈 那你 你跟着我们节目 也跟两个月了 你有没有 对哪一位来宾是印象比较深刻 哇 哇 没关系啊 有 有一位 非常喜欢 呃 王娟老师 哦 你喜欢王娟 我也很喜欢他 他那一天 在这边 讲到 就是 感情 微爆发 那个时候 我也是超级感动 哦 因为 就是他父亲不是 就是因为 有失智症嘛 然后他说 他父亲 有失智症之后 变可爱了 嗯 我觉得我阿公也是 哦 所以阿公那时候 也失智啊 有亲为 哦 可是他变得非常可爱 就是我们会买饮料 我非常喜欢买手摇去给阿公喝 嗯 然后我就会买手摇去戏弄他 嗯 因为 阿公那个时候 我每次哦 不管我做什么事阿公都会说我非常棒 嗯 就是 哦 阿公多疼 多疼 非常 我做什么好吃的 哦 可能只有我觉得好吃 别人可能不一定觉得 但是我带去给他 他一定会说好吃 哦 一定会说好吃 嗯 嗯 然后 有时候像 头发 我如果剪坏了 或是烫坏了 嗯 我去跟阿公说 阿公去说 没有 你最漂亮 哦 好好打工哦 然后 就我会很喜欢 因为想说 长辈嘛 应该没什么喝过手摇 嗯 所以我就每一次回阿公家都会带两杯手摇 嗯 然后 买酸的 嗯 因为 就是想说甜的可能对他也没有很好 所以我会买酸的 那之前我就试过 我问他第一次 好喝吗 他就会说 哦 就好喝 嗯 然后我再问第二次 就是 那你好喝多喝点 他就说 第二次他就说 哦 我觉得 还可以 嗯 然后 我就说还可以吗 你再喝一口看看 说不定会觉得很好喝 他就再喝了第三口 哈哈 哈哈 没好喝 哈哈 好可爱哦 哦 我对了 我觉得可能是访问当中 你联想到你自己的阿公了 对 嗯 我很喜欢网娟老师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 我们现场的是我们 福人大学新传系的 高珍希 我们理财生活通的 呃 实习生啊 啊 对 而且中午又不能好好吃饭 你看 费用真是很照顾你们 对 就真的不能够好好吃饭 因为我们一点节目 但我们12点就开始准备了 那我们这两个月当中 你有没有些实习的一个感想 因为我觉得我们 我们要做很多事情 然后就是事前资料的收集 然后空台 对不对 然后要有时候可能要预录剪带子的 所以你事情真的蛮多的 你可以不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两个月你做了哪些事情 也让天上老公 好 对 还有爱你的妈妈 爸爸都能够听一下 本来我是属于那种 电视新闻 喂我什么资讯 我就吸收的人 就是坐在那边 电视看我 我看电视 就是通常他投放什么给我 我就会吸收什么进去 虽然我还是会自己去判断这件事情 但是不会主动去找 就是实事的内容 再加上就是 其实我觉得空台蛮可怕的 来这边三天之后 飞凉姐就说 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才看三天 我真的非常紧张 我上去的时候整个吓死 我觉得很很不熟 像可能我其他同学 他们有在学校的电台实习吗 可是因为我们家住比较远 我这样来回 我会觉得有点太晚了 或者是要配合就是播出的时间 我觉得有一点难 再加上我很宅 我喜欢在家里 哦你也就喜欢在家里面 对所以 我觉得 比较没有机会去接触学校的电台 所以 以至于我到这里来的时候 我对空台非常的陌生 就只有坐过学校几次 就是摸过一点 但是 很不熟 来这边之后 大概 最可怕的就是那个绿色的剑 那绿色剑会怎样 那绿色剑可能会吃人 哈哈哈哈 我真的被他吓 真的啊会吃人啊 真的会吃人 哈哈哈哈 他的形容词我觉得很好笑 他很可怕 按错一次 我真的觉得 就是天大概要塌了 哦 按到那个会怎样 就 我都不知道 我不愿意按了两下 然后呢 按两下音乐就没了 就直接进广告 哦 非常可怕 而且 重点是刚好那一天 韵芬姐报了歌名 然后 我按了两下 她直接进广告 没有音乐 哈哈哈哈 我说 出大包了 那怎么办呢 没办法 就毕竟是现场嘛 没办法 出去就出去了 对 对 就可是 我从那次之后 我就记得了 就精准按它一下 对 不要按两下 没错 我说手抖按两下 哈哈哈哈 就很可怕 呃 其实你们学东西很快啊 这种机器式的东西 难不倒你的啊 但是 你什么时候学最难的 我觉得 最难的 就是你要克服 那个错误这件事情 嗯 就是你错了之后 你真的会 想 逃避 就是 呃 想说 我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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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先站旁边好了 嗯 但是 就是飞龙姐会鼓励你 就是没关系 他是逼你还是鼓励你 是鼓励是鼓励 是鼓励是鼓励 他就说没关系 反正 就是你做错的事情 我们以前 也都错过 嗯 那 错了你就会记得了 嗯 长记性 下次不要再犯 就可以了 哦 对 就现场都会觉得 有一个保姆在旁边 非常的安心 哦 非常的安心 就是 至少 就是他会提醒我 有时候 因为我觉得 有点少跟精 偶尔 嗯 然后就是可能 会该推没推啊 该按没按啊 那你说广播 说实在 前期的一个准备啊 然后到你今天 自己在麦克风前面 戴上了耳机啊 对 你的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觉得这两个 学到了什么 或者是你自己 你自己有哪些的突破 哦 首先 我真的是 不太喜欢 在耳机里面 听到自己的声音 你声音蛮好听的 但是我每次听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 学校校内时期 要剪袋子嘛 嗯 我每次听自己的声音 我就会奇迹品格 啊 就是觉得很怪啊 哦 非常怪 就是 哦 原来这是我的声音 我以为我的声音 可能会怎么样 但是原来大家听到的我的声音 是这个样子 哦 因为戴耳机 对 有些人不太习惯 所以有一些我的来宾 他也不太敢 那个戴耳机 他听到自己的声音 会吓一跳 就是都坐在这里了 说一定是 最后一次的机会 试试看 哦 对啊 哎 你的个性是一个 什么样的个性啊 我觉得你来的时候 蛮文静的 对 哎呀 聊过几次天 觉得你还蛮可爱的 我 我是一个 就是不讲话的时候 脸很臭的人 非常之臭 嗯 就是 嗯 不讲话的话 会看起来非常的难相处 嗯 然后 很凶 对 大家对我评价都是这样 嗯 然后 可是熟了之后 我那天才问我朋友 我就说 你觉得 我是什么样的人 嗯 然后 因为我们 我们认识十年了 嗯 然后他就说 我觉得 你国中的时候 根本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嗯 我国中是 超级外放 一人 哦 但我现在是 认识前是挨人 挨到不行 嗯 就是 你不跟我讲话 我不会跟你讲话的 嗯 非必要 不开口 你在你们班上 就有这个形象吗 哎 对 哦 就是 可是我会有固定 一群的朋友 就是 因为我虽然不讲话 可是我会去看 大家在干嘛 嗯 然后会去觉得 哎 这个人 是我会 想要去认识 类型的话 我就会主动的去 跟他们讲点话 可是 就是一开始可能还是会比较少 就是 会少说一点 但是一熟之后可能就变现在这样 就是讲不听 哦 对 那我的个性就是 就小时候 就因为 可能 小时候不知道自己脸很臭这件事情 嗯 然后 你的好朋友都被告诉你吗 就国小 大家就哪有什么脸臭 我国小也不是这个样子 我国小也是非常的活泼外方 哈哈哈哈 好意思都是 现在是有被 就是社会 稍微摧残了一下 嗯 然后 国小的时候 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 你就是 脸怎么臭 真的完全不知道 我也不喜欢照镜子 嗯 然后 就是那时候早上 就是 因为妈妈希望 就是有学点防身术嘛 所以就跟老师学了一点 然后就是 我想要表现出 因为老师会陆续称赞 其他同学 我就想要表现出 我也很认真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很认真 我以为很认真的表情 我就被骂了 然后就说 到底为什么我早上来叫你们练功 还要看你的臭脸 哎哟 对不起 我只是想表达 我看起来很认真 哎哟 哎很受伤吧 对蛮难过的 后来才 哦 原来我脸很臭啊 哎呀 那你们又觉得表情管理很重要啊 非常重要 我觉得非常重要 然后想说 好吧那我就戴口罩吧 哦 刚好又疫情 这三年 你就习惯戴了吗 就非常的习惯 但是 戴口罩就会懒得化妆 哦 你们都很会画 没有哎 我手很笨 我手更笨 哈哈哈哈 不过小女生都会自己画吧 会啦 就是偶尔 偶尔画一点 嗯 这礼拜就已经结束实习了吗 对到礼拜五 好啊好啊 希望你在这个实习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是很幸运 你碰到费荣 对 哎哟 这句话可以当很好的ending了 哈哈哈哈 好 非常谢谢我们福人大学 新传系的高珍惜 希望你能够大肆愉快 然后希望日后可以相见 好 好 拜拜 拜拜